7 龍珠 Z 卡卡洛特 玩家們等待許久的七龍珠 RPG 新作 《七龍珠 Z 卡卡洛特》 在本週正式推出 由曾經開發過《阿修羅之路》 或引人者終極風暴的製作團隊 Cyber Connect 2 所開發 有玩過這兩款遊戲的玩家們一定知道 由這團隊所展現出來的戰鬥魄力 絕對是業界頂尖水準 遊戲中收錄原著《七龍珠 Z 的所有劇情》 從《賽亞人襲來》到《魔人》普悟篇 各個充滿魅力的反派等著玩家們來打倒 但在打倒這些強敵之前 守護地球的最強戰士孫悟空 平常究竟是怎麼修煉 又有怎麼樣的日常生活呢 卡卡洛特能夠讓你在七龍珠的世界中自已飛翔 而透過採集食材、釣魚、狩獵或是尋寶 這些看似日常生活的行動 其實都與修煉息息相關 特別只顧這把妹忘記修煉喔 玩家們將料理吃下肚的話 能夠暫時提升能力 如果把食材交給超級家庭主婦奇奇來料理的話 她就能夠做成豪華套餐 讓能力值大幅提升 悟空過去的朋友或是敵人 也會一一在本作中登場 只要完成他們的委託 就能夠獲得他們的靈魂文章 把各個角色的靈魂文章放在社群面板上 會提升所有角色的能力 所以除了拯救世界之外 日行一扇也是非常重要的喔 雖然遊戲主軸是RPG 但戰鬥可是魄力十足 相當簡單又好上手 幾個簡單的按鍵組合 就能夠使出行雲流水的連續攻擊 出招前一定要先聚足器 才能夠發動必殺技碰載對手 在自由探索或是特定主線時 能夠帶著夥伴一起上場 讓他們使用必殺技來支援你 像是林克的太陽拳 就是非常神的控場招式呢 多年來 七龍珠推出至今 已經有數十款相關遊戲作品 不過能夠自在的在七龍珠世界中 探索的只有這一款 七龍珠Z 卡卡洛特 各位擁有塞亞人驕傲的玩家們 一起來拯救那美克星吧 好 決定